歡迎大家收看這個18樓CP座 今天道具齊齊 希望大家真真正正有茶餐廳的感覺 有甚麼道具 我們這些道具 這些也是我們美夫的活動T恤 又穿在這裏 我們沒可能穿出衣服 這裏不是茶餐廳建制服 有餐廳有雞尾包 要不拿筆插回去耳朵嗎 現在流行不流行嗎 給你了 都流行的 現在不流行的了 社會進步了 那電腦下單嗎 你茶餐廳 一會兒吃一會兒 和我頂嘴頂舌的就是陳友昌 今天找到的嘉賓是欣啟榮 深水埗區議員 開會時常常坐在我旁邊 例外很高興 找到你上來 那個話題就是七月一號感 即是七月一號行完之後 大家參與完這個遊行 大家可能有不同的遊行崗位 我還沒說那個崗位之前 阿昌哥你再說一說 你有崗位七月一號的崗位 你在哪裏做甚麼 跟誰做見到甚麼 你先說十分鐘吧 我們代表公民黨在李玄山 其實我們一早很早 和大家遊行三點開始是不同的 我們是十二點多一點 已經在幾月左地街那邊 是歡迎街坊一齊來發表意見 用行動 當時情形都很多街坊一路在地鐵站 即是每一年都在地鐵站上來 響不響聲 還有在左右旁邊 哇 今年是特別厲害 我們見到那個人龍是特別厲害 還有很多朋友我們很久未見的 都今天那個七一那天都撞回 真是一個頗好撞到朋友的日子 一路去到差不多 我想是三點鐘 其實那個人龍一直未停過 一路去到我們三點鐘前 我們就轉移了我們的站位 在李玄山那裏 因為我們公民黨都有幾個站位 我就負責在李玄山那裏 就是供候我們已經發表意見的市民 即是在七一裏面 一路整個過程就見到 是今年的那個遊行人數 即是警方說五萬 我們覺得真的值得 我想警方那方面是值得說羞恥 學者都說五六萬 羞恥兩個字 真是 如果說是五萬真的值得說羞恥 因為是真的走到這麼晚 我們每個人真是 那種體字 即是高興 很老實 不知道是應該高興的 還是不高興的 高興的意思就是 我們市民真是很關心香港的 即是政府的 所做的一切 香港所發生的事 大家市民都是很關心的 第二就是我們有什麼不高興呢 為什麼這麼多市民走出來 一定是政府有很多事 是錯漏百出 你主要是在李玄山道 你公民黨的攤位 你們是做什麼的 我們 不是和見回一些老朋友 很開心 又見回你 七一又見回你 四鞋 不開心 好像不開心 其實我們在李玄山道 都是代表公民黨在那裏 希望籌款 因為公民黨都需要大家去支持 以及籌款是以備將來我們 我們的運作 當日籌款的情況 我們真是很 我真是看到今年是特別厲害的 亦有很多市民的支持 真是很多市民支持 即是看著幾千元都直接 試過有一個真是幾千元一搭 這樣放下去 即是我們都覺得 我們有些得到市民感的支持 以前我們都當然值得去 那你用什麼方法叫他來支持 是不是有人喊咪在哪裏 是被負責到的 我們李玄山道 我們毛孟靜 我們九龍西支部主席毛孟靜 就由日頭喊到晚上喊到 翌日把聲音都關閉了 想翌日去做地區的事 把聲音都差不多開不了 即是都 但是 他都開心的 因為他見到大家都同一個路 一起走出來 去告訴香港政府 我們都知道究竟你有什麼不對 是吧 我們也有余韻媚 其他我們所有的黨員 或者我們的黨會主席 都出來 黨會我們不在香港 但是我們公民黨的總動員 出來大家都很齊心合力 即是那天是OK的 挺好的 你一說總動員 齊心合力 我剛才開咪之前跟欣啟營說 她說什麼黃色旗 最多那些才是總動員 你看欣啟營說 她那些是 你幾點開始去到 或者在維園 因為她是在維園出發的 你見到的情況又會是怎樣 我跟街坊大概三點前 我想兩點九兩十左右 我們就去到 去到的時候 我們跟街坊一起 跟著大隊進去 進去 本來在那個尾 就是整個維園 我們在104 跟著就下車 我們總站搭到去104 然後就走過去 那裡應該都是回銅鑼環 我叫做 進去之後 我們在那個尾 本來聽到 其實一進去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 哇 就是 為什麼 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 就想像中 確實想像中 是多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去之前的時候 我都在想 都是輕鬆鬆 一天有 大家都是這樣想 我真的想像這樣 因為以往其實 都是 尤其是這麼熱的日子裏面 我最記得一去的時候 我一直去之前 都在想著 其實我都在想著 就是說 今次電視又會不會訪問誰 如果以往 就訪問 華叔 然後又會說天氣熱 所以可能很多人就這樣 或者因為 總共有這個高低的潮 所以有很多理由 所以我去的時候 我都在想著 今年又會是怎樣呢 其實我記得 誰知道去到之後 哇 不是吧 有沒有看錯 人山人海 人山海的時候 到時看到 當時看到很多直返 直返 能不能說的嗎 不是 什麼都能說的 什麼都說的 言論自由 總之你是真的就能說的 不是 你是真的就能說的 不是 你是真的就能說的 那 當時看到最深刻的印象 先說人 先說人 民陣也猜 所以我一直都在想著 應該都是輕鬆鬆的 行一天的 誰知道 你看到什麼 去到人山人海 當時看到很多旗 疲愛飄揚的 疲愛飄揚的 有民主黨 民協 一起 即是會 一起 公民黨 又遠一點 有一堆 接著 最多的就是 人民力量 那些直返 看到一堆 多了多少 多了很多 應該是多了很多 我看到 他那些直返 我看到當時 我現在印象 或者當時 我想那裡都沒有一百 可能都有八十支 那些直返又大 所以那個勢就很好 那個勢看起來 整個氣氛就很好 那 當時 不知道我看到台上 有些主持人在那裡說 台上的主持人 又有 不知道是不是是妹妹 他跌罪官 跌罪官 我照說 你說什麼 我照說 大家都有 可以 可以嗎 不要緊 我講事實 當時 台上的 不知道是誰是男生 在那裡說 我看到了 很多直返 是不是你們兩個朋友 又不是你們兩個朋友 拜託你在二號長區 拜託你在三號長區 拜託你在二號長區 在我們前面 這個台前面 一個好像S型才能出去 過不過一分鐘 又說一次 是不是你們兩個朋友 過一分鐘 又說一次 喂 有些朋友 那是不是他們的黨員 不是 我當時心想 我當時 就是我當時心想 是不會是妹妹 不斷說 都不緊要 不過算了 總之 事實上 當時 他們的位置 確實站在台中間 要去 二蓋二號 然後繞個彎 才能出去 當時我也是跟著大隊 總之看到哪裡動 我就跟著那邊 趕快 看看可不可以 快點出去 結果 結果都是不可以快 結果都是 當時的情況 出現的時候 環境就是這樣 那時候 好像說 警方那邊 經常截籠 好像說 這個問題 真的要說 其實很多年 我都想說 今天不知為何 就有這個機會 這個客氣氣 無論如何都要說 客氣是好聽的 客氣是好聽的 最好講的 好客氣 有一個機會 可以今天 這樣說 舒伯娜 因為很多年 很多年 連年我都覺得 既然一年一次 有這麼多人參加的一個城市 這個活動 我們不要當它 不要理它 是否罵不罵政府 或者不要理它 是反政府還是罵政府 總之 既然每一年都有這麼大的城市 你作為一個政府 或者作為一個管理 一個部門的話 是否很應該在這裏想想 怎樣可以盡快 可以令到那些人 離開了維園 或者盡快可以令到那些人 很順暢地走到 這樣就作為一個城市 或中央 在這裏的活動 舉個例 我們街坊 我們出發的時候 在我們區裡叫街坊 參加幾點集合 在英白市集合 有些街坊經過門口 有些人說搞什麼鬼 又搞 現在不好嗎 什麼都說要搞 這樣 我都會出去跟他們說兩句 但是我都解釋的時候 我都跟他們說 其實這個活動 成為了 好像我們嘉年華會 那樣 我們一年一度的巡遊表演 也好 你一個花車遊行 人家都是一年一度的盛事 一年一度的活動 就算你是有沒有立場 就算你是有沒有一個 很不滿意的 滿意的 你都可以出來走 因為這個既然已經成為了 我們回歸的一個 好像一個集足 那樣的話 大家就一起參加 也無所謂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想我不想重建一個陰謀 或者政府 是不是陰謀 你阻折一些人 讓一些少一些人參加 不要從這個角度去看 但是起碼就是 我自己覺得起碼就是 在出維園那一夜 真的要解決 我自己一路出現 我每年都有一個 心裏有一個移民 每年都有一個 想說的就是 你民陣也好 誰都好 六四也好 什麼鬼都好 李卓人也好 民陣代表什麼都好 既然有那麼多人做後盾 我自己覺得 那麼多人後盾的意思 那麼多人參加 為什麼不跟政府 警方那裏可以講 硬一點 我們真的要不要 你不要斬一下 就折一走 折一走 我自己經常都有這樣的疑問 所以我經常 老實說 我今日有機會講 我其實心裏面 每次都出來的時候 我每次都差這個主辦單位 我心裏面 真是不好意思 我每次都差這個主辦單位 我們有這麼多人 是不是 你跟他講 我告訴他 我不管你那麼多 但我自己當時 當你一曬著 又逼著 又不能走 又被他截著的時候 我心裏便會想 那麼多人 你試試不讓我走 我就要走 我不管那麼多 我不會叫人截人 我就會叫人全部一路走 一路沿途 大家都說在這裏 開路 開路 大家一路一停就在這裏說 開路警察拔窗 所以我自己覺得 每次去到那個環境 我就會有一個 道路管理和人的管理 我們看回報道 馬田和李柱銘都在銅鑼灣 和警察有一個討論的空間 比較鮮明 討論空間 馬田也七十多歲 老馬有火 為何不走 等於你 為何不走 我們第一年 二零零三年已經被迫在維園上 我的經驗和嘉賓 我期後 每次祭祭餐餐都不會入維園 免得在這裏塞 進去維園就很難出 我多數會在圖書館 一走出來 我何時看見誰 圖書館又說趕人 圖書館又說趕人 圖書館的管理員又走出來 站在橋 大家不要在橋那裏 不要在橋那裏看 不要在橋上 不要在橋那裏看 不要在橋那裏看 要在下面 在下面走路 這樣下去 出路 那個位置 不要在裏面 因為裏面的出位 實在是很窄的 他要慢慢地把那些人 全部一路去分出來 變成他可能有些問題 不過警方今年 你不要說民陣都不要 都已經跟他們爭論 因為你知道今年警方 多了很多 很多條例 條款 就是要你們遵守 樂器又不准玩 甚麼都不准 其實民陣都有吵 不過你吵得這樣 他又用別樣的方式 我記得去年 又是走出去 去到那裏 總之有個電車路 那裏 去到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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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去年也是這樣 去到那裏又停 停了一段 之後 有些電車路沒有封 結果那些人 有些人 在那裏的燈位 有些人把幾火 你又不開路 那些人自己走出去 那個電車路那裏 他點了那裏 結果電車路又停 突然殺載又停在那裏 然後一班人又不肯走出來 警察就圍圍圍著電車路那裏 然後就不讓人再加入 去年我也是一個圈裏面的其中一份子 大家就在那裏爭 所以去年也是這樣 今年出的時候 總之年年都一定是這樣 又未去到希尼斯道 又是在那裏 老馬有否有火 那個問題是 人人有火 去到那裏 有否有遊行 前面的理論上 有些人會停在那裏 所有人都有火 不是老馬 所以我自己經常想說 就是一年一度 我想說回那裏想法 就是這個既然是一年一度的城市 一年一度既然現實是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我自己真的覺得 你做好些怎樣 是警方的責任 我不是主張做好些 我意思是說警方做好些 警方做好些的意思 即是你就反處見 現實那麽多人 警方那裏 做好些的意思 即是說 我起碼就是 你先把所有人都放走 我覺得起碼先把所有人都放出去 如果你把所有人都放出去 那你就先把所有人都放出去 放不下 放不下 阿哥 沒有交通問題 阿哥 你有沒有聽 你一放就沒有停 沒有停 五點多的時候 那些人走到政府總部 那些人都未出為怨 你放了所有人都放在那裏 不是 因為你現在 太多人 這次由其這次 如果你幾千人就無所謂 放了你先 兩三萬人都無所謂 幾千都無所謂 你現在二十多晚 即是人 即是幾個小時 後來已經在那裏 整條線 我覺得是放 折那段時間 不要折那麼久 應該要快些 即是說 如果不是你真的折在那裏 後面那些 越迫越前的時候 中間那些很慘 尤其是這麼熱天氣 真是 真是 我覺得很難說 因為很難評估 因為現在 因為你 段段都折 你現在段段都折 大家走到五點多 還未出光 六點多 還未出光 我的想法 可能簡單些 但起碼我的想法 就是 如果你不要折 那麼多錢 那些應該是馬拉松比賽 應該是馬拉松比賽 應該封了賽道 應該 我覺得就算封的話 也希望市民體諒 大家也應該會體諒 因為都是一年一次 那你應該是凌晨走 馬拉松真的全封 馬拉松也有四五萬人 如果他 我們感覺到很疏落 不是 阿德全兄 現在這樣說 大家可以輕鬆一點 我立即想到一個想法 半夜起床 半夜起床 不如我們真的要就著 如果現在可能會越來越多人參加 當然我正在想 現在越來越多人參加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或者一個感覺 其中一個 跟六四祝金萬會一樣 其中一個可能 就是多了很多我們同胞 或者可能多了很多我們國內的同胞 參加 跟六四祝金萬會一樣 情況一樣 因為這個 既然已經成為了香港 全中國唯一一個最自由開放的一個社會的地方 可以走出來晚會 中國晚會 或者遊行 這樣也可以 藍馬也可以 這樣的話 大家現在已經成為了景點 所以大家 或者處女單位 或者香港政府 或者警方 都應該考慮這些因素 其實我覺得 哪有這麼廣闊 國民教育 當然他不會承認 他不會承認這件事 大哥 他不會承認這件事 但是確實這件事 確實是存在著的 應該大家都會知道 當然沒有一個科學統計 既然是這樣的話 這裡整天是盛事 就是等於你這個 說到這裏 馬拉松這麼封路 希望有朝一日 大家行得舒服 開心 四五個小時 不用半夜起床 不用半夜起床 你也一樣 十二點 還好 哥哥仔 你又來跟我爭 不用這麼曬去中暑 馬拉松那天是最好 十二點鐘完晒 就是最好 你現在三四點 我有些美夫朋友 在堅尼斯道賣東西 整頭大安 即是 逐點 那是不能夠的 言論自由又可以 然後咳了 不會咳 尿都不能夠 那三四個小時 那些人多到負責賣東西 那三四個小時 根本無法撤去離開崗位 同時 不是說不撤去 因為那個生契機能 被太陽蒸發寒汗 汗水出去了 所以如果馬拉松這樣 七點多鐘走到十二點多鐘 那就多好 亦都是一個不失的考慮方法 你又說了這麼多 太多話題 我們說一下 見到什麼 阿珍、契榮 除了警察的管理 你看到Martin罵人 罵警察 還有一些 你的感受到和歷格有什麼不同 看不見到密探在裏面 戴Headset那些 戴身Headset 除了我們國內的朋友之外 好像很… 我們警方都能夠參與遊行 不過我覺得 其實是多元化了 多元化了 整個遊行 現在我們七一的遊行 是多元化了 以往是真的 可能是我們有一兩個 叫做議題 舉個例子 當我們出發之前 我都在想著 今年好像這麼靜 沒什麼議題 除了提報機制 提報機制 其實都不是之前 都不是這麼熱 到後來之後 所以我其實當時都在想著 我之前都在想著 沒什麼議題 會不會真的 因為可能這個議題 就是我可能想著 那些小人 但你在整個隊伍 整個遊行的行列裡面 你會看到 有專上的學生 有大學生 他們有他們的面具 他們有他們的麥當勞 招牌成對人 接著又有這個 可能是外籍 菲律賓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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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股 另外還有一些 可能是港地產霸權 那些 有些大陸孕婦 不知是國內孕婦 還是香港人 總之是孕婦 要求產子 所以我真的覺得 現在的車一遊行 就算不是有一個特定議題 或者要特意挑起一些議題 走出來 然後搞人數 就算沒有這件事 原來大家都已經在不同的自己的生活圈子裡面 或者自己面對的困難 或者自己的不同的不滿裡面的時候 他自己可以走出來 自己組織自己的一隊人 自己組織的話題 這些遊行裡面 現在我們看到 大家真的很享受 和大家覺得這個七一遊行 已經成為我們回歸的一個紀念 一定是起興的日子 回歸早上 你這樣說 不是代表七一就是香港市民 對過往一年 香港政府所發的一張成績表 這個可以這樣說 因為 人多出來分月低 議題多又低 所有政府的政策 完全都符合不到市民的期望 所以現在大家都不會覺得 原來是大議題 才可以走七一遊行 原來是一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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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政治議題 即是民生議題 即是劏房 我們床位公寓 這些問題 劏房 我們都可以走出來 所以原來 我們大家七一裡面看到 就是原來很多民生的事情 已經不只是民主 或者不只是說這個 是一些很強烈的大的議題 才可以出來走 原來很少的事情 大家自己身邊的事情 2011年的七一遊行 和2003年的七一遊行 都有很多雷同 2003我們叫誰下台 2003年 我們有特首 是 董燕下台 2001又叫曾用權下台 究竟會否移出一切 2003年 2003年有23條 2011年有一個逮捕機制 都是令到 嘗一聲又是收回 不過這個逮捕機制 我們下一集再說 另外還有一些 各方面 還有一些 局長都會下台 辭職 23條 葉劉 然後今年 這個替暴機制林公公死頂難頂 頂得很厲害 你覺得他需要不需要下台? 當然是下台 當然是下台 我們下一集一樣講七月遊行的後感 專責講替替暴機制 究竟替暴機制是否收回 他當時發出聲明很硬 我記得我在玩際說 我們不要聲明 聲明早就寫好了 聲明早就了解遊行的自由 了解居民的訴求 政府一定會做得很好 果然聲明八年前都是這樣寫 連年都是這樣寫 我只是說 一定有政策的改變 才可以回應到那22萬上街的市民 結果很可惜 政府都是沒有政策的改變 要等到7月4日、5日的時候 一班建制派 看到遮捕機制可能令到他們變天 才逼政府 叫做逼供 有人說逼供 政府才說撤回 不是撤回 收回 遲些 然後我們下一集 18個CPG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